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种种风俗的尺度可谓是大到惊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红河哈尼族中最有特色的义车人 义车是哈尼族的一个知系 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如今义车人数不足两万人 现在主要集中在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的大洋街 浪滴车谷三个乡 每年的春节前后 漫山遍野的野樱花盛开 把整个哈尼义车村庄装点得十分漂亮 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 置身于花的海洋 河河县大洋街 向哈尼义车村落 也因此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 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一 哈尼族是一个 把自己喜欢的历史和生活 穿戴在身上的民族 义车人的女子服饰也不例外 服饰除了具有七碗动人的传说故事之外 衣装也体现出对艾劳山自然环境与梯田农业的适应性 按照最古老的传统 一车女子的一生都不穿鞋子 直到生命熄灭的时候 儿孙们才会给逝者穿上一双美丽的钩肩绣花鞋 而这一生中唯一的一双鞋 是为了让他负载着一车女子的灵魂 跨越千山万水 走回他们的祖林故地 除了双脚裸露 根据族群长久延续下来的信仰和审美 一车女子还会大方地露出自己 妩媚的胸部和纤长的双腿 因此一车女子的服饰就显得尤为独特 她们的上衣分为外衣衬衣和内衣 外衣被称为雀朗 通常是一件电轻色的对襟短衣 圆口无领 宽大的袖子紧到肘部 对襟两边还钉有很多精致的装饰排扣 并所以红绿黑等五股四线 雀朗在被侵染成占金色之后 还要涂上一层清淡的牛皮胶水 这是只有高超手艺的一车女子 才能制作出的效果 外衣一般是多件套穿 少则七八件多达十余件 里长外短逐层递件 一车人认为衣服建硕越多 服饰越美 越能显示出家庭的富裕 衬衣被称为雀马 尖口无领 其下摆厚色圆如弯刀 左右两斤的下半截稍短 搭于胸前 并以细棉绳细于右叶下 使领口交叉成剪刀口状 最后内衣被称作雀帕 实际上就是贴身的对筋内卦 无领 圆口 无扣 在圆口右方前沿 坠着一串银链 衣服穿戴上身之后 一身女子的左胸会被遮掩得非常严实 而右胸却是半袒露的 使她们的胸部宛如被乌云遮起来的满月 若隐若现 脚白美好 这样裸露的衣着 据说是一车女子特意留给自己的车爱的 此外 一车姑娘让人眼前一亮的当然还有裤子 一条紧身黑色的超短裤 只有一层 其别致之处就是在短裤的前边 呈现出人字形的七道折子来 一眼看去就好像有七条短裤穿在身上 一车女子裸露大腿的超短裤 适用于在高山古深的自然环境中 上坡下坡行走方便 以便于梯田中的劳动生产 同时还反映出一车人以健康为美 以劳动为美的审美观念 每逢喜庆节日 一车姑娘喜欢在腰部 吸一条五彩丝线编织的彩带 手带大银镯 上衣衣巾 100匹上银链 银鱼 银螺丝 银花片 小鸟等银饰品 琳琅满目的银记 闪着意义的荧光 把一车姑娘装扮得光彩照人 历史上 一车人经历过许多次的毁灭性灾难 因此 他们对于种族的繁衍尤为重视 并逐渐将爱情当成了 催生繁衍的最佳途径 因此 一车人的很多重大节日 都是为男女追逐爱情 寻找吃爱提供了机会 比如著名的杨阿娜节 这个千年来从未中断的古老节日 就孕育出了一车人最狂热 而原始的爱情盛会 杨阿娜是勤劳勇敢的一车人 春更结束时 青年男女相聚在 孟子空都山谈情说爱 休闲娱乐的节日 这个节日的主体是一车姑娘 因此又称姑娘节 在每年农历三月 殃灾完后的第一个属猴日过 节日之城 主要村寨德高望重的长者 就赶到孟子宏都山顶 进行祭典 祈求五谷风登 男女安康 吉祥和美 盛装的姑娘们 便斜跨着小三弦 来到山上 她们找到一处空气清新 鲜花怒放的树林空地 围坐成一圈 齐齐地将健美白气的大腿展示出来 如此的美景 再配上姑娘们 旋乐里的歌声 引得小伙子们 成群结队地 打马上山 她们乔装打扮 骑在马上 围着姑娘们溜达 意义在显示自己 刚进的魅力 在姑娘节当天 所有的一车人 都要上山狂欢 只要姑娘不反对 男子就可以随意去摸 女方的胸部 她们往往是 一路摸着上山 甚至以摸乳来打招呼 对于未嫁的女子来说 双乳能随意任由男子抚摸 对于已婚女子来说 左乳属于丈夫 右乳是属于全世界的 此外 这些相聚在一起的姑娘小伙们 还会在酒宴 歌舞等场合中 互相试探 传情 期间一些约定俗成的细节 尤为有趣 比如小伙子会用一撮 轻松毛筋 悄悄轻抚一下 心仪姑娘的脸蛋 假如姑娘以咪笑回应 就表明她也同样看中了对方 遇到小伙子 用歌声求爱 姑娘若是愿意 就把头上的白帽子 摘下来送给对方 象征以身相许 有些心急的小伙子 甚至还会 强行抢走姑娘的白帽子 一旦男女定情 男方所赠的礼物 防门钥匙就大胆直白了 直接表达愿与姑娘 同诉同惜的愿望 但是不要以为 这样的爱情表达 是一对一对进行的 在截日结束时 一个小伙子 可能已经送出了 很多把防门钥匙 而一个姑娘 也可以选定好几个心仪的吃爱 有的人一生中 结交的吃爱数量 净达数十人之多 在异车人的观念中 爱情是不掺杂任何 独占和嫉妒的情绪在内的 他们有着自己 独特的爱情游戏规则 所以异车人的婚嫁习俗 也是十分独特 不亚于走婚的摩缩人 异车姑娘在小时五六岁 甚至才出生几周 就由父母包办 定下了娃娃亲 到十四岁以上 就可以成婚 长到十六七岁的异车男女 如果还没有开始 平凡的解交异性 就会被当作不成器的人 此外 异车的姑娘 一生可以嫁许多次 每次出嫁定亲的钱 都会翻倍 比如第一次的出嫁聘礼 是一千元 第二次出嫁的聘礼 就要翻倍成两千元 第三次就是四千 所以有句话说 异车的姑娘 嫁得越多 越有钱 但从定下亲事后 异车姑娘仍可自由恋爱 在异车人的传统民居里 都会在屋外 设一个独立的小耳房 姑娘长到十四岁后 就可以搬到小耳房去居住 自由优惠情人 谈情说爱 父母也不干涉 姑娘在有了自己 中意的情人后 就可以赔钱退亲 但其未来的丈夫 就要付出比原先 定亲的双倍的聘礼 成亲后的异车妇女 感情也是十分自由 他们可以继续结交 婚外恋情 夫妻双方 除固定的日子 生活在一起外 其他的夜晚时光 就可以和各自的 亲爱一起度过了 如果夫妻在一起 时间长 而不去结交亲爱 甚至会引来村人的讥讽 但是只要夫妻生子后 以上游戏规则 就都被禁止了 妻子必须严守真操 一旦与外人发生关系 就会被认为 要丧生自己和家人的灵魂 除了姑娘节 一年一度的住喳喳 也是一群人欢庆的盛大节日 每年农历五月的 第一个牲口日开始 到紫暑日止 历时五天 节日的首日是砍魔丘 由债主主持 节日祭典 然后进山挑选青松树 做魔丘杆 一旦松树被选中 立刻就认定了神性 松枝和松茅被一抢而光 当魔丘赶抬回村后 村民每人都要摸一下 仪表示沾上圣物的福气 节日的第二天是知魔丘 仍由村寨长主持 傍晚 寨中各户男性家长 聚集在魔丘四周 共餐 节日的第三日至第五日 是住喳喳节的高潮 打魔丘 转丘 秋千 串寨寨开始 最具特色和热闹非凡的 是各村寨的串寨队伍 青年男女发挥聪明才智 将一车人在漫长历史岁中 经历的悲欢离合 用装饰尽显出来 长者穿长衫马褂 青年人戴面具 瘦皮 羽毛 手持气血 有的穿破皮烂衫 半乞丐 无稀不有 形形色色 打魔丘 是种勇气与想象力结合的运动 魔丘类似于翘翘板 但是在一个一米多高的装上 支起长达六七米的木杆 木杆绕着支点 上下飞旋打转 木杆一头翘起时 可高达十米左右 人为之飞舞的那一刹那 有如被抛上天空的感觉 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 异车人走出大山 青年男女外出打工 经商已成为时尚 外部世界的文化观念 也引起了异车人 传统生活方式 和娱乐形式的变异 在今天 已经看不到 以母乳为打招呼的习俗 异车姑娘的特有服饰 一般也只在节日 祭祠 婚礼 葬礼之日才会穿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